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媒体在摄影棚内拍大合照 留下珍贵的历史画面 之后也依序进行抽签发表证件 希望来吸引选民认同 那明明我们这么多人到台北上班 为什么距离这么短 我们不能用像跳蛙公车一样的方式 为什么我们要把自我设限 在国道公车上面 跨县市国道公车上面 佩祥未来进国会 一定要先去针对这一条 而且马上做这个行政命令 马上要去改动 这个国道客运法 我马上要去想办法去修 让我们基隆人的班次能够增多 真正的问题是在 基隆市长期财政被边缘化 基隆市烂路亡的称呼 为什么永远摆脱不掉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路面品质受损了之后 其实没有钱立刻可以进行修补 你如果翻开基隆市的市政预算 你就会发现 光是道路品质维护的计划 我们基隆市一年只有1.5亿 不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能修修补补 请知非常清楚知道 如果有机会进入到国会 如果有机会成为基隆人的公仆 我们会是用非常专业的问证态度 进入到立法院 来试图推动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法 你们有没有常常觉得 这个国家没有希望 你活的没有意义 那么把票投给我 投给邱少佑 我可以为各位解决上述的所有问题 我会打造一个和平友爱 人人互助的美好社会 恢复台湾省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捍卫我传统优良之五千年中华文化 消灭台独帮国分子之文化大革命 再度让中华民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三民主义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万岁 万岁 谢谢 小民参政欧巴尚联盟 我之所以加入这个政党 是因为认同这个政党的理念 这是一个不会拿孩子利益交换的政党 我身为一个老师 我希望台湾可以真的成为一个育儿友善性别平权的国家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也看到每一个家庭的处境 我不只关心儿童 我不只关心儿童我也重视劳工权益和亲职支持系统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诈骗毒品枪支越来越泛滥 遇去人好客跟棒球队越来越多吗 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的暴力跟混乱 如果还是在调皮捣蛋 执迷不悟 想要体验更多的刺激 那我们可以展现我们慈悲的心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把刑罚加重吧 我想这样应该会很舒服 所以对未来的刑事犯罪者加入法写道德经 关多久 写多久 没写完 没饭吃 为什么基隆人需要有一座捷运 因为基隆必须跟整个大台北生活圈有一个串联 没有捷运去连接首都生活圈的捷运的话 就会是现在的状况 我们必须透过沉寂公车 我们的通勤族必须天天塞在高速公路上 因此 我主张基隆捷运 要尽早动工 未来如果我进入立法院 也会在我第一个任期的四年之内 争取基隆捷运动工 我们也很圆满的完成今天的证件发表的这个任务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网路上 都还可以把我们的今天的证件发表会的这个过程 能够再重新从网路上来观看 那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们都能够在网路上针对自己所关心的这些证件 再详细的再来做这些观看 那最重要的 1月13日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神圣的一票 选举是台湾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基础 也是珍贵的公民权利 基隆市选委会呼吁选民 要珍惜手中的一票 1月13日当天踊跃参与投票 为国家选出未来的发展与希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选前最后黄金周 内政部长林又昌特别号召前市府局处首长 包括民政处长王于森 纵发处长林坤峰等人 重回基隆 与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以及多位党籍市议员共同为民进党 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与基隆立委候选人郑文庭吹票 并陪同车队扫街 3票顾基隆 266 3票顾基隆 266 在内政部长林又昌号召下 包括前民政处长王于森 前文化局长陈敬平 前中发处长林昏丰 前阐发处长黄建峰 前地政处长舒玉章 前消费局长陈龙辉 前中任区区长李吉青等 前市政府局处首长都一起出席 为赖清德与周文庭在基隆吹票 希望两人都能高票当选 为基隆也为台湾做更多事 蔡英文总统是最挺基隆的总统 赖清德院长也是最挺基隆的院长 所以我想基隆人应该都非常有感 不过这一年以来 大家也都觉得基隆的发展 不只停滞了甚至是后会 所以选对人走对的路是非常重要 所以1月13号做出正确的一个选择 票投郑文庭 票投民进党 票投赖清德跟萧美琴 我想可以带给基隆 未来进一步的发展 也希望所有乡亲 大家勇敢站出来 立体民进党 立体赖清德跟这个郑文庭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也与党籍市议员张浩瀚 这一方陈军佐与吴乌哈佳等人 共享盛举 同志委表示 过去8年 李又昌团队在赖清德支持 及立法院蔡世纪协助下 为基隆市做出很多重要的建设 会基隆市民继续支持 选对的人才能走向正确的道路 过去8年 李又昌市长带领的政务官团队 在我们基隆 做出非常多的重大建设的规划 也做出非常重要的改变 包含我们现在所在的车站 南站广场 还有前面的市港再生计划 国门广场等等 军港西迁 都是在赖院长时代核定的 我想基隆人应该要跳出来 请挺基隆人 过去也有一个关键的穿针引荐角色 叫蔡世音 那这一棒要交给郑文庭 希望大家跳出来一起支持郑文庭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进步 对于内政部长林又昌 与前市府团队情义相挺 郑文庭相当感动 也拜托市民支持赖清德及郑文庭 才不会让基隆市 陷入停滞不前的窘境 部长他公务非常的繁忙 那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 号召到这么多人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为什么他要在这么繁忙当中 还要拨控出来 就是为了基隆的一个发展 如果过去八年你肯定林又昌市长的施政 那请大家一起为基隆而努力 为基隆的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支持郑文庭跟赖清德 记者张其达基隆报导 中央集团近年来积极投入 推广媒体适度的工作 多年来串联大专院校 与基隆商工航电科再度携手合作 打造数位媒体公民 中央集团再度前进大专院校 中央宽平基隆总经理李雨萍 和基隆商工主任黄仲明 共同签署合作一项书 除了将培养学生成为数位媒体公民之外 也将提升学生的媒体素养 从两年前我们感谢中央电视台 能够跟我们的航空电子科 去做一个采取合作的一个方式 我想我们航空电子科也透过中央电视台 给我们的一些机会 可以到我们包括基隆市各个活动 我们可以做一些拍摄 做个实习 包括从我们的影片的规划 计划到整个拍摄剪辑完成 那甚至我们未来也是想 跟中央电视台合作是 我们能够从事公民记者的一个活动 能够让所有的学生经过媒体试读 这样子一个训练 能够有我们很好的一个 包括能够判断新闻的真伪 能够去做一个我们责任的一个归属 以及能够把这个东西 利他去做更好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宣传 中央宽评集隆身为在地媒体的一份子 我们很高兴能够长期 今年又再续 跟我们基隆商工的航空电子科 签订产选合作的计划 那我想现在的媒体 越来越多的讯息 还有资讯也越来越多 如何识别真假真伪 这一项工作是我们中央宽评集隆 长期在推动的事情 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基隆商工 与中央宽评集隆的合作 面对现今传播形态不断的变化 真假资讯爆炸时代 中央宽评集隆 与基隆商工航空电子科 再度攜手 这几年来教导学生 如何聪明辨别假讯息 同时运用基隆商工 航空科专业的空拍技能 让学生能够善用媒体 成为一个数位媒体公民 我们平常在生活中 接触到的就是电视上 只能看得到荧幕 然后现在签订这个合约之后 我们可以去了解 或是去看一下参观 说电视台的一些运作之类的 现在所有的科技应用 不管是无人机 或者是其他的摄影 或者是手机 其实它都是缓缓相扣 于网路上面的一个平台的媒介 那其实在无人机法推动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有的坊间的企业单位 它都是在训练认证考试 可是它没有一个完整的 一个媒体试读跟媒体的辨识力 那我觉得在学校的部分 既然我们是教育单位 应该走的会是全教育的部分 除了技术的训练之外 在观念上面更是重要 需要给学生一个正确的方向 千元仪式上 邀请了世界金牌小丑林家巧 带来精彩表演 中家宽评 特别颁证证书给通过公民记者 认证的学生 鼓励学生们做一个聪明的公民记者 市政府名政处长张元祥 特别出席签约仪式 肯定中家集团和基隆商工 推动媒体试读 中家集团在三年来 跟我们国立基隆商工 在基隆地区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 以及人才的培育 在利用基隆商工航电科系 能够跟时下最流行 最被使用的空拍机 使用的一些专业学生 透过媒体试读 禁用权 媒体禁用权的这样的概念 让孩子们能够成为公民记者 透过这样的参与 不但提升了媒体试读的能力以外 也提升了学生们 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在台湾呢 日渐进步的不单单只有无人机 在地企业中家宽评吉隆 提供多元的媒体总类资源 透过不同的跨界专业 让学生们除了原本的专业课程 也有机会走出校园 接触在地的媒体产学合作 创造双赢的机会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金融警察局第三分局 特别举办金融机构防抢演练 状况是假设老妇人 遭到诱骗到零贵提款 被行员试破 诈骗便抢钱 状况逼真 让民众以为发生抢案 你好小姐 我要给300万现金 银行柜台出现一对母子 一开口就要提领300万元 因为汇款比较不... 我要买房子 我们不然这样子 我要买房子 那在楼梭什么 没有啊 因为我们用汇款的比较安全啊 行员相当激谨 赶紧询问内容 却换来不耐烦语气 我问一下主管 这里是要报警就了啦 请你啊 关上 民众一度信以为真 银行发生抢案 但其实这是警方和金融机构 防强演练 这次的一个防强演练 是华南银行的一个 智慧任务编组 结合警方的一个防强演练 那希望在岁末年初之际 那警方能够与 华南各银行金融机构 相互结合 让民众能够安心 过好年 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年 明德一路 华南银行发生抢案 原警半程抢匪 真实情境谋逆 连户外的感觉围捕 每个动作都很到位 就连电击枪都派向用场 因为诈骗集团的案件非常的多 许多民众都会临贵来提领大额的款项 结果都是去跟诈骗集团做面交 遭受到投资诈骗 所以我们今年度的方向演练 特别结合了这个四诈宣导的部分 由我们的同仁来饰演 这个林贵提款的老夫人 然后来做这一次的 结合四诈宣导的部分 所以你刚刚有发生抢案 所以有逮徒几名 两名 两名 然后往哪个方向逃逸 明德一路 明德一路吗 除了强化航员的应变能力 警方也提醒民众 如果需要提领大量现金 可以向派出所申请护钞 若不幸遇到抢劫 务必记下车号 和歹途逃逸的路线 并拨打110报案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今年是基隆市升格为市的100周年 议长童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邀请在地资深设计师 设计写下龙银德瑞 龙年春联 祝福大家龙年新大运 为者为今 全身散发帅气魅力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和亲切自然充满正能量的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一起在市议会 开箱市议会 请基隆在地资深设计师设计 写有龙银德瑞 喜气祥瑞的龙年春联 以及议员开运金和红包带 特别是今年也是基隆市从1924年升格为市的100周年 这些春联议员开运金和红包带 将分送给各区市议员 再由议员们发送给市民好朋友 祝福大家贾成金融年 行大运平安幸福发财 今年刚好是贾成金融年 那也是我们基隆市正式改字叫基隆市的100周年 今年2024年 我们1924年开始叫基隆市 所以今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一年 那刚好也是龙年 所以我们基隆市一会 特别有别于以往的公版设计 特别请我们在地基隆的设计师 设计出一套这个春联 还有议员开运金及红包带 来祝福我们新的一年 市民平安健康 然后龙年行大运 所以我们今年他们设计叫做 龙云德瑞 龙也取之于基隆的龙 那我们今年会在这个 下周开始发放给各区的议员 到欢迎市民朋友可以到各区的议员 去索取 那我们也会有少量的开运金 来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平安健康 议长同志伟进一步强调 议员开运金还特别送到 庆安宫祈福加持过 相信会让市民好朋友 好运旺一整年 我们今年这个议员开运金 设计的非常的可爱 那重点是我们也特别经过这个 庆安宫道长的一个加持 希望祝福这个市民朋友 那我们今年这个因为特别有设计感 也经过拜拜 希望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目的 它可以不浪费 可以希望未来可以变成 大家今年放在办公室 或是家里的一个摆饰 可以创造我们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 跟理念 资深设计师林玉航也说明设计 龙银德瑞春年的意义 今年我们会用龙银德瑞这四个字 其实龙银是曲字 胡啸风声龙银云翠之意 那德瑞的话就是后德辅具 祥瑞云集 就是代表我们基隆 2024年在就是一个 在非常一个好的专风下 让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样 那这个龙的部分的话 这个龙其实它龙身跟龙尾 它盘成一个如意结的形状 那上面用一些很吉祥的一些纹饰 下去做 我们把它称作一个欢喜龙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看起来是非常喜气 基隆市议会的龙银德瑞春年 议员开运金及红包带 预定1月8号以后 就会陆续送到各区市议员服务处 开箱后 议长龙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 更是一起到基隆市议会大门口 迎着昭阳张贴龙银德瑞春年 整体气氛 一下子就变得喜气洋洋 龙子伟和杨秀玉也提早 向市民好朋友拜早年 更欢迎大家有空都可以到 基隆市议会走走参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郑文婷跟我一样 出身平凡家庭 她投入立委选举 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2024基隆立委 恳请唯一支持 郑文婷 每一天 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 开始我们不一样的每一天 我们不一样 却都也一样 一样勤劳 一样正直 一样有爱心 一样热心助人 一样客气 一样好客 认真的你 值得选出跟你一样好的 选一个和你一样好的人 赖清德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正二代 不是富二代 我投入选举 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赖台湾 基隆启航 2024立委 很请支持 郑文婷 主要这一杯 谢谢 谢谢 有家的一杯 下礼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了吧 午餐哦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兵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天灯的故乡时分孔明灯 在基隆市副议长杨秀玉的邀请下 诸葛孔明圣尊首度来到七堵 庆祭宫住假 前民党主席宋楚瑜 与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等贵宾 都到场参拜 为民众祈福 平息十分孔明庙的诸葛孔明圣尊 在基隆市副议长杨秀玉的安排邀请下 首度来到七堵清济宫住假 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副议长杨秀玉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清明党基隆市主任邱正成 七堵清济宫主委柯金彪 跟十分孔明庙主委林耀南等人 共同参拜进行安座仪式 现场也吸引许多信众 西家带眷来拜拜 诸葛孔明五侯的这个圣驾 这个住假我们七堵这个 这个庆祭宫 那我本身是在地的七堵人 我们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 全家会过来拜拜 今天正好遇到这个 武侯孔明来这个住假这边 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 就一起来这个参加这个盛典 因为孔明本身这个人物 在三国时代我就非常喜欢他 那我也是从政的一个理念 就是跟孔明一样 希望说我们多帮助乡亲 遇到困难的时候 要去想方设法去找解方 我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还有今天真的很巧 龙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孔明住在龙中 那龙中那个龙是不是基隆的龙 基隆的龙 龙中 那基隆又是龙 然后本身这个我们这个 诸葛孔明是卧龙 那卧龙今年又刚好龙年 怎么会这么的一个神秘的一个 就是非常的巧妙 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解释 这个不是我们 我都没有刻意去铺陈这件事 而是我当时跟我朋友讲 我朋友愿意帮助我 所以我就去三顾茅庐 我可能有感动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 诸葛孔明这一身神尊 要来带动基隆七堵发展 我觉得我也很感谢 刚刚我提到说 我感谢天感谢地 但是我一定要无私心 如果我私心的话 老天爷他也不会帮助我 因为我只是个桥梁 我希望透过我这个天意 希望透过我这个桥梁 能够帮助七龙七堵发展 让老百姓一天比一天生活过得更好 好 基地昌楼有爱城市 那也是 基地昌楼有爱城市 好 来 上升 由于天灯又称孔明灯 现场也举办点亮天灯祈福仪式 参与的贵宾们亲手在天灯写下吉祥话 在清济宫广场慢慢升起天灯 如果我们不知道国际大事 你怎么去安邦令国 所以孔明要出天下之前 他先要叫做天下的大事 都在他心中 然后他才能够筹谋划策 是的 立下一些危机 所以是可行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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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现在大家 对于这些国际的政治的情况 不了解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起来 藉由孔明的力量 因为大家都知道孔明 年轻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偶像 现在小朋友都玩手游 第一名就是三国志 里面的英雄人物就是孔明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天下英雄来相会 透过主席跟我们市政府 所有的 就是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里面 有所表现的人 都可以成为英雄 追求极致的人 那主席来带动一下大家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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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是出巡的第一站 在七土的清济宫 首站 首站 孔明等于是第一次来这里住家 那大家都知道孔明是政治家 也是军事家 更是智慧的象征 很希望他来这边带给不仅 基隆市政府更多的智慧 也带给我们基隆市民所有的人 更多的希望跟智慧 让基隆变更好 这场孔明住家活动 庙方也准备智慧馒头等见面礼 害民众结缘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也在乡亲面前背诵诸葛亮出师表 获得民众满场掌声 另外也邀请刘泰英进行大师开讲 整场活动气氛相当热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明的国中大门口前转弯处 每逢雨天总会有一大片积水 师生上下学时经常被喷湿 声议员张耿辉接获民众反应后 立即邀请市政府相关单位办理会开 要求尽速改善 就是这一大片积水处 汽机车经过时造成水花喷溅 导致明的国中或是基隆商工学生和老师 上下学时经常被喷湿 身为这两个学校结出校友的市议员张耿辉 接获反应后 立刻邀请市政府公务处河川水利科 以及环保局等相关单位人员 包括七堵区长冯吉安也特地到现场关心 找出到底是排水淤积堵塞 还是其他泄水坡度不够的问题 尽快改善 那行人友善改善空间是我们市场上 都一直很重视 所以我也感谢这些团队在昨天的反应 今天迅速的马上到现场来 行酒解决方式 那我们今天解决方式有两点 第一点我们先请环保局 迅速的在明天的时候 把所有有沉积的有雾泥的话 先把它清除掉 看来是阻塞问题还是排水问题 假设阻塞没问题的话 就是排水可能出的问题 那我们水利科的话 也要迅速的话 马上行酒的改善措施 对于市议员同时也是杰出校友的张耿辉 积极为学弟妹们和老师 解决这项困扰多时的问题 参加会刊的基隆商工和明德国中代表 都非常肯定和感谢 没有错 我们的师生确实如果遇到下雨天 积水比较严重的时候 无意间就会被水花 溅到裤子都湿了 所以就会到学校来借吹风机 其实是造成师生的不舒服 所以如果可以改善的话 确实我们的师生会很有感 也谢谢市府团队及张预员的一个协助 是的 这次非常感谢一座紧急的处理 包括市府的团队 能够给明德国中的师生 有更便利更更安全的通路 谢谢 张耿辉希望相关单位展现新市府的效率 尽快改善这个地点容易积水的情况 让学生和老师不再被水花喷湿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请不吝点赞 蓝色